能够在历史夹缝当中生存下来的小人物都不简单 当年袁世凯见慈禧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讲话 就专门找李莲英去请教 李莲英告诉他 你不是跪着跟老佛爷讲话吗 这样啊 你低头的时候就看我的脚 我这个脚啊 如果闭上 你就别顺着这话往下说了 如果把脚张开 你就放心大胆的讲 李莲英就能看着慈禧的脸色 不断给袁世凯提供信息 老袁就对慈禧的讲话对答如流 这样一来呢 很快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了 你想想 这一下老袁能不感激李莲英吗 除了老袁 其他的王公大臣对李莲英印象也不错 比如说在1886年的时候 北洋水师已经见得不错了 李鸿章专门上书 请慈禧太后去检阅部队 当然慈禧不能自己亲自出马了 他要派一个人 派的是谁呢 是纯亲王义轩 这个义轩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爹 但是他的日子过得是战战兢兢 时刻担心慈禧对他不满意 他特意请慈禧啊 派身边当红的太监李莲英 跟他一起去检阅部队 李莲英在出皇宫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把头上的二品顶带花铃 换成了四品的 为什么这么干呢 因为在大清王朝的时候 太监最多只能带四品顶带花铃 但是慈禧对李莲英是格外的喜爱 封他一个二品官 在皇宫当中 他就带着这个二品官 一出宫立刻就换成四品的官帽 在去检阅海军部队的时候 他还干了一件让淳亲王大为惊讶的事情 在两个人碰面的这天晚上 李莲英亲自打热水 要给春亲王洗脚 春亲王可吓坏了 你是老佛爷身边的红人呢 给我洗脚 我哪使得呀 绝对不行 李莲英说的非常得体呀 平时呢 我就想找机会 孝顺您老人家 现在终于逮着机会了 您就别客气了 这还不算 等到真正检阅海军部队的时候啊 春亲王 李鸿章两个人 走在前面 按理说 以李莲英这个官位和受宠的程度 完全跟他们可以平起平坐 但是啊 他恰恰在两个人身后 隔几步远的地方 远远的跟随着 而且手里还端着春亲王那个大燕带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小跟班的 一路上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回到房间之后 谁都不见 一大批人在门口等着送礼 干脆没有机会给他 这些事情都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 当时老佛爷说了一句 我真是没白疼的 看来啊 这件事情做的确实得体呀 有人讲啊 李莲英这是作秀 但是啊 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谨小慎微的 一般李莲英啊 都是住在宫中 很少回到自己的府上 但毕竟也是个二品官员嘛 有一次啊 慈禧去公亲王的府上 恰巧路过李莲英的府底 上面写了四个字 总管李玉 慈禧呀就盯着这个牌匾 瞅了几眼 这个时候 李莲英就非常的紧张啊 等到了公亲王府 李莲英把前后事情安顿好 马上跟慈禧告个假 说老佛爷 我去一去就来 结果回到自己府上 立刻让人把牌匾给撤换下来 回来之后 向慈禧请罪啊 说手下的仆人 没有我的允许 擅自立了这块牌匾 是我的不是 已经把他们交内务府处理了 慈禧一看就明白了 李莲英确实很懂事啊 就冲他白白手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 还有一次啊 一个大臣 专门想给慈禧 进贡一个西洋中 每次到整点报时的时候啊 中间就会开个小门 里边出一个喜庆的小人 手里啊 拿着一个条幅展开 上面写着万寿无疆 你想想 一旦老佛爷看到这个东西 天天助自己万寿无疆 那肯定是很开心的 但是大臣心里明白 最了解慈禧的还应该是李总管 就专程找李莲英请教 说这个东西我送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李莲英仔细看了之后啊 告诉他 这件事情还真有点不妥 但凡是机械类的东西 他就有可能出错 比如说万寿无疆四个字 没有完全展开 出现了万寿无 就卡住了 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这不就是送一个礼 赔了一个脑袋吗 听到这之后给大臣吓得是一身冷汗啊 马上问李总管应该怎么处理呢 李莲英就告诉他 你把这四个字换成四个寿字 打开之后寿寿寿寿 这也是祝老佛爷万寿无疆 即使打开一个字 他也是吉祥话啊 没有任何毛病 不要万寿无疆 要万无一失啊 等到慈禧晚年的时候 他跟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 是越来越明显了 尤其是八国炎金进北京之后 这娘俩啊 到西边逃难 在返回京城的时候啊 经过保定府 李莲英伺候老佛爷休息之后啊 专门来看看光绪皇帝 结果呢 发现光绪皇帝没睡觉 再往下一看 身边连套像样的被褥都没有 当时李莲英就抱着光绪皇帝 放生痛苦啊 都是奴才的错 安排的不妥呀 马上到自己房间当中 抱来自己的被褥 等到光绪皇帝被囚禁的时候 他也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 在光绪皇帝啊 眼看离世的最后时刻 他又专门把龙玉皇后请过来 做个道别 跟皇后讲 如果没有李莲英 我连今天都活不到啊 也有一些史料当中讲 光绪皇帝在最后曾经讲过两句话 说严惩袁世凯 善待李莲英 这两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他对李莲英的感激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李莲英这个人在官场上确实八面玲珑 应对自如 更重要的是他对慈禧确确实实 那是忠心耿耿啊 他九岁就进宫 在皇宫当中待了五十一年 能够一直得到慈禧的宠幸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同样跟他一起进宫的安德海 两个人呢都是直立的老乡 一个是和奸人 一个是南皮人 但是进宫之后 差距真是太大了 安德海最先红的 一直得到慈禧的宠幸 但是啊 他为人飞扬把护啊 只让慈禧一个人感到满意 朝廷上下 没有一个不骂他的 最后跑到山东地界胡作非为 直接被丁宝珍给斩了 同样对比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啊 李莲英就高出太多了 在伺候慈禧方面 他也表现的非常突出啊 老佛爷这个词 就是他发明的 朝廷上下 全都这么称呼 已经变成慈禧的一个专有称谓了 而且他对慈禧身边的宫女 都特别的尊重 一点不买大内总管的架子 慈禧在晚年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住在颐和园 但是颐和园这个地方 毕竟草木茂盛 一到夏天的时候 各种蚊虫 那是不堪其扰啊 李莲英就专门找来京城当中 最有名的天鹏流 让他把慈禧居住的乐寿堂 拿一个大凉棚 全都照在里面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他反复的讲 任何一个杆掉下来 这都绝对不允许 所以呢 天鹏流 也是加了一万倍的小心啊 最后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建筑外面 照上了一层沙帘 既透光又透风 还特别防蚊虫 您可以想一想 在当时的情况下 慈禧会是一个什么心情 当时的慈禧啊 还特别喜欢在昆明湖当中游船 但是整个湖面上 就这一条船 未免显得孤单了 李莲英专门找些人 布置了一些小船 围在大船周围 装成彩莲人的样子 让整个湖中啊 多了不少人气和升级 特别是在这些小船上 还不止一些乐手 能够在老佛爷船只经过的时候 吹一段长笛 游船之外 长笛又有此起彼伏 就是一派江南风光啊 等到此起游船累了 就在船上用膳的时候 李莲英就特地跑到船外 用一种悠扬的笛声 把周围船只召唤过来 这些船只早就备好了各种膳食 谁先上 谁后上 谁负责上菜 谁负责把盘碗撤掉 这都是有严密组织的 能把这些事情啊 协调的周周到道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李莲英还非常清楚啊 老佛爷有一个特殊的喜好 逢初一十五啊 还要放生 把鱼放到池塘当中 把鸟笼子打开 让鸟自由去飞翔 结果放出去不久 这些鸟和这个鱼 都回到自己的笼子和鱼笼当中 哎 这就让慈禧非常好奇啊 李莲英就解释啊 您是老佛爷啊 这些生物也是有灵的 也离不开您呢 实际上李莲英是在鱼篓和鸟笼当中 专门放置了食物和水 这些鸟和鱼啊 已经经过精心的训练了 飞出去和游走之后 习惯回来吃东西了 这些幕后的工作 慈禧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啊 岁数大的人 谁不喜欢讨个吉祥话呢 所以慈禧特别喜欢李莲英 一般人有这么个管家 心里也会非常高兴啊 所以呀慈禧到哪都离不开李莲英 有时候晚饭过后啊 也专门把他找来 两个人居然还讨论一下皇老之学 您就可以看看 多掌握点知识 对小人物的命运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终于在1908年11月份的时候 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去世了 李莲英呢 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可以回到自己的府上 过自己的生活了 龙玉太后还记得光绪皇帝的嘱托 允许他原品修制 也就是说退休之后 还能享受每个月六十两银子的退休金 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终于在1911年的时候 大清王朝倒了 这一年李莲英也跟着这个王朝一起去世了 李莲英这个人呢 出身不好 家里实在太穷了 才让他净身入宫 九岁就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 而且呀他长相还特别的差 肿眼抛厚嘴唇打长脸 而且呢是一张黄红色的脸 怎么看都让人不舒服 在这种情况下 他穷尽一生 把他所有的牌打到了极致 在最终难得得到了一个善终的结局呀 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啊 说了四句话 世上已静 世下已宽 如是有年 未有少谢 一辈子就如礼薄冰战战兢兢这么过来的 在我们很多人的眼中 他就是戏台上抹着白鼻脸上的一个小丑啊 但是在他的身上 难道真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值得我们认真去思量一方吗 谢谢大家 minister所谓 我是一辈子和 95 为了能致 developmental人的 我认为这是